演示一下用KIT PLUS 平板 配合这个棒智能智能框的CAS1和CAS3的测试平台 来给CAS3加 这个是CAS3加加的 添加一把钥匙 这是原车的钥匙 这个是新钥匙 首先连接这个CAS 再来连接这个适配器 连接好这个适配器之后 我们就连接电源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原钥匙 以后我们要添加一把钥匙 选择编程 选择欧洲 选择宝马 选择宝马 选择钥匙功能 这个是CAS3加的 选择钥匙功能 选择选择 选择OB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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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S3加加加加的 选择 点击OK 就是把这个钥匙拿走 点击这个保存 点击OK 文件保存成功 我们点击生成一把钥匙 选择第一期吧 点击OK 点击OK 把这个钥匙放到变成器上面 点击OK OK No 正确上钥匙制作成功 点击OK 点击添加这个钥匙到这个CAS3里面 不是智能钥匙 不是智能钥匙 没有 点击OK 没有 好 点击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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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钥匙已经在COS系统里面了 点击OK 我们读取一下钥匙信息 点击OK 这个我们写的第七把钥匙已经在COS里面了 就这个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好的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钥匙 原钥匙 都说好了 谢谢大家